野鸟生存总是面临许多挑战 这是身为加尔卡共同创办人的徐伟山 在鸟类协会实习时所无得的道理 并和伙伴决定要将鸟类保育的相关知识 透过桌游的方式普及给民众 希望让这些知识能够成为常识 使鸟类能够被更多人正确地对待 我就是看到说很多野鸟 因为我们人类的关系就是受到很多伤害 例如就是像我们平常看到的那个窗户 我们小时候可能都有一些经验 就是前面有玻璃门 然后你们又很仔细看就不然你撞上去 那鸟类它其实在它们的世界里面跟我们不一样 它是没有窗户这个概念的 所以它们平常看到很干净的窗户 然后假设它以为那边也通过 或者是倒映着附近的森林的树木 它们就会撞上去 而且它们是有点像是我们平常开骑机车 飙车的这样子撞上去 所以它们都会很严重 甚至可能会立即死亡之类的 那很多就是受伤就会被送到我们的鸟会这边做照顾 然后我们就看着觉得非常的痛心 有非常多 其实只要是我们人多做一些事情 像我们在窗户上面贴窗帖 就可以避免野鸟会撞窗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可以把这个姿势传达给大家 所以才会开始做这个 叫阿咖这个品牌 在团队出身设计相关背景的驾驶下 叫阿咖开发了一款桌游 GoGo叫阿咖 图纸上的旗子便使用了鸟脚鸭作为造型 考验玩家在游戏中 要如何光驻野鸟 度过各种现实里会发生的情境 成功存活到终点 我会听到我们完全不知道的一些团体 他们就有买我们桌游 然后再做宣导 我们就会觉得说 原来我们桌游其实真的有 被使用在教学上面的方面 那我们办活动的时候 也是有一些小朋友会来参加 然后就有小朋友一开始来 他可能没有什么兴趣 因为他觉得我们桌游前面介绍规则太长了 他觉得无聊 但是他实际一玩之后 他就跑来跟我们说 就是姐姐我玩玩这个游戏 然后这些鸟我都可以认识 然后甚至我们考他 他就每个都可以对待他如流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的桌游真的是可以 让大家有一个对野鸟的技术认识 是一个有用的桌游 可以让我们觉得说 我们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可以推进我们再持续走这条路 尽管台湾拥有非常丰富的鸟类资源 但民众对于鸟类的知识普遍缺乏 加尔卡团队用桌游的方式 让知识成为宝玉的力量 一边玩一边学习 希望能够让鸟类避免因无知 白白丢掉了性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